1921年 云南军阀唐继尧手下的一个小跟班 碰到了一件很烦人的事 他被一个妹子倒追了 这个妹子原本是一个师长的姨太太 又年轻又漂亮 最烦人的是 他还有70多万的积蓄 他看上了这个帅气的小跟班 非要他跟自己带着钱一起去上海 逍遥快活 双速双飞 这要搁现在 那就是顶级复活爱上小鲜肉的剧情 让人完全无法拒绝 同事们听说了以后 都羡慕死了这个小跟班 天底下还有这种好事 然而这个小跟班想了想 很坚决地拒绝了这个富婆 同事们听说以后都懵了 纷纷吐槽他脑子不开窍 这种事你也拒绝 女人你不要 钱你也不要 你要什么呀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其实不是这个小跟班 第一次拒绝倒追的妹子 这个小跟班叫罗炳辉 从他参加革命起 他就有两个很神奇的buff 一个是虽然他毫无背景 家庭出身也差得离谱 但总是碰到有钱的妹子倒追他 他有很多次当爽文男主 龙王坠续的机会 但他偏偏次次都拒绝了 非要把脑袋 憋在裤腰带上干革命 一个是虽然他是胖子 但跑起步来出奇的快 行军打仗也从来都是奇迹如风 甭管敌人是几万人 还是几十万人 都拧不上他 人送外号神行太宝 他的战功 足以当上开国大将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 这个不仅敌人追不上他 妹子也追不上他的 神行太宝 罗炳辉 1897年12月22日 罗炳辉出生在云南仪亮县 一个叫偏颇寨的小山村里 原名罗德富 罗炳辉家里本来就穷 还有三个儿子 一个女儿 父亲拼命种地 也只能勉强养活这一大家子 罗炳辉读了三年四处 就读不下去了 11岁就外出找事 帮着父母一起养家 罗炳辉的家乡 世道极其黑暗 即使是放在旧中国 也是数一数二的很 他们家乡地主恶霸 为非作胆 店户给地主打工 工资低不说 逢年过节 红白喜事 还要送礼 养猪快养肥的时候 会被恶霸抢走 店户的女儿老婆 如果长得漂亮 还有被地主抢走的风险 在这种系统性的盘剥下 穷人想靠老老实实 打工改变命运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 罗炳辉从小就受不了气 恶霸欺负他 他就要打回去 父亲怕他惹事 连累家里 母亲却觉得儿子有骨气 总盼着儿子长大以后 能把这些七男八女的地主都杀了 当时城里有一个寡妇 养了两个儿子 和罗炳辉家里一样 也受尽了恶霸的欺负 这俩孩子长大以后 就加入了反亲的军队 民国二年 他们的部队正好来城里 这两个人就把当初 欺负他们的恶霸痛打了一顿 家具什么的都打成粉碎 恶霸和县长去找连长 连长理都不理 这件事让罗炳辉一下就误了 原来当兵就能治这帮恶霸呀 从此之后 他就一心想要当兵 1915年 17岁的罗炳辉偷偷离家出走 长途跋涉了20多天 跑到了昆明 可是部队正兵是一期一期的 还没到时间 他只能到处给人打工 挣吃饭钱 结果他打了几天工以后 老板和老板娘看上了他 觉得这个穷小子相貌不凡 还很聪明 他们有十多万家产 但只有一个女儿 所以就带着女儿盗绝罗炳辉 想让他来继承家产 工友们听说以后扎心了 大家都是一起搬砖的打工人 怎么就你被老板看上 一夜之间要变成少东家 这是什么龙王坠续剧群 然而更扎心的是 罗炳辉听了以后毫无波澜 谢绝了老板的好意 去去小家必育 万贯家财 就想打动我 不可能的 呵 女人 罗炳辉愣是好日子不过 跑去给军队当了几个月的名夫 好不容易认识了个军官 终于进了滇军 在军队里 罗炳辉刻苦训练 很快就升到了三等中士 从来没犯过纪律 数学还贼好 还是个神枪手 长官们都很喜欢他 可是学了一身本事 还没等到 贰尬的中士 都很独立 是个小和石 合作的军事 比较高的 军事 图人 稍为 雪 军事 军事 illo 瓷 数 军事 莱装 作汗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 罗秉慧又认识了一个妹子 她之前是一个师长的一太太 年轻漂亮还有钱 她爱上了罗秉慧 看她有走的意思 就想让罗秉慧跟自己一起 带着巨款私奔去上海 结果罗秉慧又拒绝了 区区人间角色富贵巨款 就想打动我 不可能的 呵女人 道不同志不合不相与谋 1921年 罗秉慧给唐吉尔丢下了一封信 交亲所有账目不辞而别 就在这次回云南的路上 罗秉慧和三个地主儿子结伴同行 结果他们四个过贵阳的时候 这三个地主儿子 让旅店老板给他们找女人 老板说正好有一个19岁的才女 如花似玉 一问才知道 这个女子之前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 家里非常有钱 丈夫是个营长 本来两人一起到贵州 要投靠一个师长 可半路上被土匪打劫 夫妻失散了 她一个人来了贵阳 结果那个师长早就去四川了 她无处安身 又身无分文 只能卖身度日 那三个老色皮一听就来劲了 可这个女子被带了以后 对他们三个一点兴趣都没有 反而和罗秉慧也很亲近 在旁人看来 这又是一场前途无量的艳遇啊 然而罗秉慧给了她五十大洋 让她回家找丈夫 希望她夫妻团聚 周围的人看傻 哪怕是让她回家 你也跟着一起去啊 英雄救美 人家家里不得谢你一笔巨款什么的 可罗秉慧压根就不为所动 区区大家闺秀 我见游连 就想打动我 不可能的 呵 女人 罗秉慧回到云南后 投奔了朱佩德的军队 跟着孙中山一起闹革命 北伐 没想到就在革命路上 陈久明叛变了 北伐军回师和陈久明打成一团 当时北伐军除了朱佩德的滇军 还有许崇志的粤军 朱佩德派罗秉慧去联系许崇志 正好碰上了陈久明 攻势凶猛 许崇志让罗秉慧赶紧把军情带回去 军情紧急 走着回去怎么来得及呢 于是罗秉慧就一路小跑送信 结果这一跑就没杀住车 罗秉慧半天时间 跑了70多里路 35000多米 要知道北京到天津的高速公路 也就72公里 他两条腿一天就能跑完 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朱佩德收到消息后 又写了封密信 让罗秉慧给许崇志带回去 也带着部队按时赶到位置 和敌人打了起来 可罗秉慧回去没两天 许崇志的部队就被打溃了 兵败如山倒 现在朱佩德的部队 不知道这边败了 如果不及时撤退 很可能被包园 也吃一个大外仗 罗秉慧很着急 可这时候 正路已经被敌人封锁了 要送消息得绕路 罗秉慧就和一个云南老乡 马上出发 三次冒险经过敌战区 第二天早上 老乡就跑不动了 刘带了半路 罗秉慧的草鞋也磨破了 但他愣是光着脚继续跑步 连续跑了23个小时 赶了190里路 相当于两个多马拉松的距离 抢在敌人前面 赶到了滇军司令部 一见到朱佩德 罗秉慧就晕倒 抢救以后两小时才醒过来 把敌军的消息送到 因为他这个关键的情报 滇军及时撤退 没有大的损失 罗秉慧因此被朱佩德重用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罗秉慧在军队里 神行太保的名声 就如雷贯耳 当上了军官以后 罗秉慧又觉得 朱佩德就是自己的伯乐 又很努力地给朱佩德打工 罗秉慧打起仗来特别勇猛 北伐军攻打南昌时 罗秉慧的部队就是先锋 他拼尽全力打下了牛航车站 给全军打开了进入南昌的门户 自己一个营 打得只剩下80多个人 可是1927年 蒋校长背叛革命 朱佩德投靠了蒋校长 积极搅供 蒋校长让朱佩德 带兵去围剿红军 罗秉慧只能执行命令 在和红军的作战中 罗秉慧越来越迷茫痛苦 因为在北伐的时候 他的部队走到哪里 老百姓都很亲近他们 可现在带着部队和红军打 部队所到之处 老百姓早早地就逃了个一干二斤 罗秉慧自己是最基层的士兵上来的 所以他从来不苛扣军想 主张官兵平等 他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但他却因为不够变态 而和其他国民党军官格格不入 被同僚排挤 痛恨罗秉慧的军官们 一起立了罗秉慧的十大罪状 告到了朱佩德那里 朱佩德知道罗秉慧的为人 但不愿意为了他得罪军队里的多数人 就撤了他的职 被撤职的罗秉慧伤透了心 自从他参军以来 无论是跟随唐继尔还是朱佩德 他都是尽心尽力 爱护士兵 照顾百姓 从来只为穷人的利益奋斗 如果他只图自己的飞黄腾达 那给唐继尔采购的时候 他只要稍微用点手段 给自己捞个上百万 是轻轻松松的事 如果他只图自己活命 那他大可不必在兵败的时候 豁出性命跑上一百九十里去报信 跑路回家就是了 他之所以从来不损功肥丝 就是因为他相信 革命是为了给穷人打出一个新世界 和那个理想比起来 自己的荣华富贵 身家性命都不重要 可到了最后 他却因为坚持这个原则 被撤了职业 落到一无所有的境地 这真是天大的讽刺 为了虎口 罗炳辉辗转上海 南昌 广州 在江西几岸找了个 八乡禁卫大队长的工作 相当于保安 这个大队是当地的乡生们 害怕共产党组建的 所以他们给罗炳辉的任务 是维护治安 防止几岸吃花 罗炳辉心想 要对付敌人 那就得先研究敌人吧 于是 他就到处搜集共产党的情报 结果他越研究 越觉得共产党做得对 还没开始讲 自己也倒先吃花 有一次 部队抓了一群农民 乡生说他们是共匪 必须杀了 但是罗炳辉 看着那些衣衫蓝绿的农民 就想起了自己小时候 过得也是一样的日子 他不忍心 就给了美人一个大洋放了 类似的事做多了 乡生们越来越觉得 这个大队长有问题 他们气愤地质问罗炳辉 我们是甲方 我给了钱让你当保安的 让你杀人 你怎么不杀 但罗炳辉坚持己见 宁愿和甲方爸爸吵架 也绝不改方案 眼看双方矛盾越来越大 罗炳辉很可能又要下岗 就在这个时候 共产党那边也注意到了罗炳辉 他们从罗炳辉的举动判断 这个人是可以发展成同志的 于是地下党秘密联系到罗炳辉 罗炳辉火线入党 1929年11月 罗炳辉带着部队在吉安起义 打了一段时间的游击后 上山和大伙会吃了 在反围剿的过程中 罗炳辉担任红十二军军长 因为罗炳辉自己跑步速度很快 所以他就经常训练大家爬山越野 到后来全军都知道 他们部队跑得快 诱敌深入和引敌的任务 就经常交给罗炳辉的部队 抓张辉赞的时候 素育地下的计划 是吸引张辉赞到龙岛 诱敌的工作交给了罗炳辉 罗炳辉让战士们沿途丢包 丢旧衣服 丢水壶马灯什么的 还故意让部队多做一些饭菜 装成狼狈逃窜 连现成的饭菜都顾不上吃的样子 这些动作果然骗到了张辉赞 他一步步被罗炳辉引入圈套 全军覆没 前两次反围剿失败后 蒋校长恼羞成怒 不惜血本调来了十万迪戏 加上原来的一共三十万人 号称要三个月内肃清江西共军 如不成功则成人 如不获胜自闻手机 三十万对几万 因为红一方面军 前两次反围剿打得很辛苦 第三次来得太快 红一军需要时间休整 于是组织决定 让罗炳辉带着红十二军 假装成红一方面军 带着敌人去山区兜圈子 跑马拉松 跑马拉松 这我强项呀 罗炳辉和战友商量了一下 让部队一个赢跟着一个赢 队伍拉得很长 而且大张旗鼓 一边走路一边吹号 打着旗子或者包袱皮 还故意把灰尘扬得很高 国民党有飞机侦查 但从空中看起来 罗炳辉部队的阵仗很大 好像有好几万部队 红军在无线电里 也故意散布红一方面军的假情报 收到情报的蒋校长 果然上钩了 调集大军追着罗炳辉的部队吧 然而 罗炳辉专挑难走的山路走 几千人愣是牵着蒋校长 一二十万的部队 好几次蒋校长部队 都感觉对方就在自己面前了 但就是无论如何也追不上 好几次国民党军 实际上已经围住了罗炳辉 但罗炳辉就是能悄无声息地 从对方部队的间隙里穿身而过 好似练了林波威部 这个刀尖上跳舞的任务 罗炳辉也完美完成 等红一军团修整好了之后 蒋校长的部队已经人困马乏 连连败退 剑太战役 罗炳辉带着红二十二组长途奔袭 六天之内连下三成 长征路上 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 负责保护主力部队的侧翼和后部 是全军的后卫 总是在打运动战 这又是一个经常要在刀尖上跳舞的任务 但在这个位置上 罗炳辉还是接连上演神操作 喜取江华 红九军团缤纷八路激行军 但他们晚上赶路时 碰到了大雨倾盆 点不了火把 罗炳辉就让战士们脖子上围白毛巾 后面的人看着前面人的白色影子跑 他们顶着大雨日夜兼程 半天时间就占领江华 打鲁班场 红九军团激行军35公里 提前赶到风枪坝 伪装成红军主力 罗炳辉知道敌人了解红军的记录 就故意把两个连摆在山上空旷的地方 果然 敌人侦察机看到以后 以为是红军人数太多 无法隐蔽在树下 把他的部队当成了主力 清朝出动 结果被罗炳辉巧妙甩开 战略转 抢渡乌江 红九军团在长干山 扬洞 又伪装成红军主力 吸引了敌军六个石 掩护主力渡江 好似人秋风过 没开二渡 巧渡金沙江 红九军团占领宣威 提前渡江 在岸边四处激动 吸引注意力 又成功被重点照顾 让主力顺利过江 上演帽子戏法 中央红军北上 和四方面军会师 红九军团先是强行军 直取天权 打开了唯一一条通路 然后继续扬动 迷惑敌人 掩护主力北上 来了个大死 整个长征路上 罗炳辉的红九军团 一直是和主力部队分离的状态 要考验指战员自己的指挥能力 但罗炳辉的部队 孤军转战云南 四川贵州三个省 多次长途奔行 多次隐敌右敌 奇迹如风 形成上万人 和主力遥相呼应 隔空配合 骗得追兵团团转 最强悍的是 罗炳辉的体型是比较胖的 大家都叫他罗胖子 但是赶起路来 他却是三军之罪 灵活的胖子了 属于是 刘伯承表扬罗炳辉 说他带的部队是两脚骑兵 中央夸他的部队是战略轻骑 后来美国记者采访罗炳辉之后 还写了续西行漫计 罗炳辉神行太宝的绰号 就此响彻大江南北 会时之后 张国焘裹挟刘伯承和朱老斗南下 罗炳辉的部队也在其中 被带着夺走了一年的冤枉路 才终于到延安和大部队会合 到延安后 罗炳辉在中央军校上了一段时间的学 刻苦学习军事理论 可是在这里 罗炳辉认识了个叫张明秀的女战士 他16岁就放弃优渥的生活 离家出走参加红军 马列学得好 是正伟 曾经带着妇女牌 就活过数十名战友 去去无产阶级战士 马列能手 就想打动我 啊 我恋爱了 有钱有严的妹子 罗炳辉不愿意理睬 但一见到这种熟读马列的 新时代独立女性 罗炳辉是心动不已 俩人认识了几个月 就结婚了 就在军校读书学习的这段时间 学校的课程里 也有野营和爬山的课程 不少学员都比罗炳辉年轻 也更瘦 但每次爬山 罗炳辉都是第一个登上山顶的 让人百思不得其 武汉沦陷后 罗炳辉被派去了新四军 当第五支队司令 当时日本鬼子 被我们的游击战打得很头疼 这采取了步步为营的方式 每隔三五里就设立一个据点 想要一点点蚕食新四军的生存空间 把我们赶走 因为据点密集的像梅花庄 就叫梅花庄战术 结果罗炳辉指挥部队 两个营夜袭 一个营长途奔袭 把日军的小据点 拔钉子一样一个个拔掉 鬼子长记性了 不敢把部队分得太散 减少了据点的数量 但提升了部队的数量 每次一个地方出事 附近几个点的日军 只会成规模的来支援 罗炳辉就和其他根据地的 共产党部队一样 做群众工作 做政治动员 一手创建了 晚东京浦路东抗日根据地 和日本鬼子长期打游击 斗智斗勇 罗炳辉人高马大 长得胖 还一口云南口音 在晚东地区群众眼里 特别显眼 所以每次做群众工作 他都喜欢自己 去老百姓中间 跟大家唠嗑 当时国民党散布谣言 说罗炳辉是个魔王 每天都要吃两个小孩 罗炳辉就自己 在群众大会上开玩笑 说有人说 罗炳辉一天要吃两个小孩 本人到此已经有好几个月了 该吃掉一两百个了 请问哪家乡亲家里丢了小孩 还有传言说 罗炳辉枪法神准 曾经一枪打死了三个半鬼子 罗炳辉就出来辟谣 说我澄清一下 这是事实 当时那四个鬼子 站成了一条线 我突发奇想 就一枪打了过去 三个鬼子当场死亡 第四个受伤 到后来根据地稳固了 老百姓咫齿 新四军打起仗来 如鱼得水 鬼子都被围在据点里 不敢出来 蒋少长旧病复发 被刺新四军的时候 之前的群众工作的作用 就体现出来了 国民党军进攻新四军 半塔保卫战时 许多民间猎人 自发起来打冷枪 有一个五十多岁 姓李的猎户 在掩体里狙击了好几天 弹无虚发 一个人打死了三十多个敌军 镇子上有一群作坊工人 组成的模范队 努力参战 因为太猛 打着打着打成了主力 还有更多的居民 自发起来给新四军送情报 送水送饭 救护伤员 在整个抗人战争时期 罗敏辉一直战斗在第一线 战功卓著 可因为长期的劳累 罗敏辉患有高血压 胃出血 也经常因为得不到治疗而变血 从1943年开始 罗敏辉的身体就每况愈下 1945年12月 罗敏辉不止一次忙着忙着 就突然昏倒在地 战友们知道以后 说什么也不让他再工作了 陈毅亲自给他下了个 强制休养的命令 让他远离一线禁养 解放战争刚开始没多久 1946年6月21日 送到医院也没抢救回来 下午5点 罗敏辉将军去世 十年49岁 如果罗敏辉能活到新中国建立 按照他的资历和战功 是足以受大将 可惜的是 疾病提前夺却了他的生命 他没能看到自己为之 奋斗了一生的事业 成功的那天 罗敏辉去世之后 原本被好好的安葬在林医 还立了杯 但是解放战争爆发后 国民党为了泄愤 掘开了罗敏辉的坟 把他的遗体挖出来 用绳子倒掉在树上 刀刺枪打 百般凌辱 还是当地的羽夫们 趁着夜色 把罗敏辉的遗体收了 埋在了沙滩上 这只掘开了罗敏辉坟墓的军队 叫枕边74师 师长张敏辉 一直到解放后 当地人民政府 才重新找到了罗敏辉的遗体 迁入移东的革命烈势陵园里 亮剑里李云龙三人组 曾觉得自己的军衔给了太低 闹得鸡飞狗跳 刘伯承训他们的时候 就说过一句质地有身的话 是啊 人民军队一路走来 能打的 有本事的将领 多了去了 李云龙他们为了个军衔 吵吵嚷嚷嚷 闹得废凡一天 说什么不公平 那些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将领 左权 叶挺 方志敏 寻淮州 罗敏辉 彭雪峰 还有千千万万死在冲锋路上的将士 他们该受什么刑 罗敏辉作为一个从底层家庭走出来的将军 一生有过很多荣华富贵的机会 但他却一次次主动放弃了那些机会 选择走上一条艰苦无比的道路 因为在他的心中 始终怀有为穷苦人民奋斗终生的崇高理想 他的一生 正如他礼幕上铿锵有力的题词一样 革命到底 死而后已 精神不死 万古长青